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日权威机构下调本港评级展望 对此 港府及时作出回应 9月17日大公报报道 针对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近日到处祈求外国干预中国政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反中乱港斜阳自重的言行和图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有记者提问 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呼吁美国在中美经贸谈判中加入人权条款 并寻求美方对香港民主活动的支持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回答 你提到的这个人 他身为中国人却到处去祈求外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 对于这种人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已经给出了明确定性 他是没有什么资格来对中美关系相关问题说三道四的 华春莹回应说 他指出 中方在涉港以及中美经贸磋商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并再次强调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政府 任何外国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 那些反中乱港斜阳自重的言行和图谋最终都不会得逞 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都是自讨没趣 华春莹说 记者还问道 一些香港示威者周日在英国驻港总领馆前游行 呼吁英方采取更多措施 保护香港人 比如给予他们英国国籍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答 对于过去两天发生在香港的事情 特区政府已做出了回应 我想说 这些人去英国驻港总领馆面前 要求获得英国公民资格 我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 身为中国人这样去乞讨外国的干预 我觉得是非常令人不齿的 绝对不是什么可以引以为荣的事情 之前我的同事已就相关问题表明了立场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 凡具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居民 本人出生在中国领土 以及其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的 具有中国国籍的条件者 都是中国公民 所有香港中国同胞 不论其是否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 还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都是中国公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 具有双重国籍 据香港信报报道 黄之锋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席座谈会时说 香港面临紧急法的威胁 加上中国或许会出动解放军进入香港 因此 将香港议题纳入谈判至关重要 他强调 如果中国无意保障香港的经济自由和开放企业环境 将影响和伤害全球经济 美国政界此前有声音 要求将香港问题与美中贸易谈判挂钩 但美财长努钦9月12日表示 香港问题不会成为美中贸易谈判的议题 另外 中国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 黄之锋在哥伦比亚大学出席座谈会时 受到来自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抗议 至少两名中国留学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黄之锋等人只能中断活动 此前遭香港警方两次逮捕的黄之锋 被香港法院判定不得参加示威活动 但并未阻止其离境进行活动 9月9日晚 黄之锋在柏林与德国外长马斯会面 马斯对黄之锋获得保释表示欢迎 黄之锋在德国活动期间 否认自己是分裂分子 强调自己只是想要香港能够落实普选 并说香港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此外 德国明镜周刊16日也发文批评德国外长马斯 9日会见港独分子黄之锋的行为 会害了香港年轻人 柏林不是世界强权 德国明镜周刊以此为题 发表德国前驻华记者乔治·布鲁姆的评论文章 批评德国外长马斯9日会见港独分子黄之锋的行为 会害了香港年轻人 文章指出 德国政府和媒体不应该继续向香港示威者释放错误的信号 影响到和北京的对话 德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 尤其是外长马斯会见黄之锋的行为 引起多家德国媒体质疑 德国商报12日的报道也认为 马斯会见黄之锋纯粹是政治作秀 除了招致北京的怒火 对香港局势没有任何帮助 针对黄之锋上述相关言论 人民日报旗下侠客岛说 黄之锋上述举动不代表其放弃港独立场 只是在一个中国已成为普遍共识的国际场合 港独无疑是皮肤汉术 这个形式黄之锋也能看清楚 所以别信他的主张 必谈港独是一种狡猾的策略而已 针对黄之锋等港独分子近日的言行 中央党报近日也发文怒斥 文章指出 在国际舆论场造声势博同情 试图借外部之手来干预中国内政 早已被证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就像在9月15日游行中打英国旗 拿着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要求英国给拘留权的人 其实心里也很明白 英国既没权力也没能力管他们 按照国际法 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 不存在所谓道义责任 而且英国人骨子里信奉只有永远的利益 他们很明白什么是嘴上带节奏 什么是真正付出成本 当年英国为了切身利益 以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这样一个旅游证件 排除了香港居民在英国的拘留权 就是民政 今天他既无权管 更不可能管 一边是黄之锋赴西方求援 而另一边美国CNN则又转变了对香港的态度 16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在恶意造谣港警后 终于承认了一个事实 即香港的抗议活动规模越来越小 但越来越暴力和丑陋 9月16日 CNN在以该事实为标题的文中指出 香港激进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暴力 已经司空见惯 但并非最丑陋的场景 CNN记者看到 一群蒙面示威者在天后站附近 与一名男子发生短暂对峙 随即袭击了他 之后丢下头晕目眩 躺地流血的男子就跑了 报道还举例说 另一段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视频显示 在稍早的一起事件中 一名身穿蓝衬衫的中年男子 在告示打道 被一群年轻黑衣人打道不省人事 而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这名男子只是在遭袭前 喊过支持警方的口号 与此同时CNN在首先辩称 铜锣湾至金中政府总部的非法游行 是未获批但和平的后 又承认 在激进示威者开始向警察 投掷砖块和汽油弹之后 局面迅速演变为暴力 他们纵火并肆意毁坏地铁站 值得注意的是 外媒在报道香港新闻时 搞小动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英国广播公司就是其中的翘楚 但观察者网发现 与不少外媒倾向于将香港激进示威者 称呼为所谓亲民主示威者 民主活动人士不同 CNN这次使用了激进示威者 及反政府示威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 反修例示威持续超过三个月 虽然规模越来越小 但冲突程度却愈演愈烈 评级机构穆迪16日下调 本港评级展望 由原本的稳定转为负面 而香港的AAR级信贷评级 则维持不变 穆迪指香港近期持续示威 带来的风险上升 施政及政策效益较早前评估下降 本港信贷基本面亦受损 香港作为国际贸易 或金融中心的吸引力亦被削弱 穆迪又强调 若中港之间法律及监管差距出现转变 则香港评级有机会下调 但香港拥有强劲的财政及外部缓冲 政府债务不高 且储备及外汇充足 这些条件令香港政府可以抵御冲击 及长期负面行事 对此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穆迪基于香港财政稳健及外汇储备丰厚 有充裕的缓冲应对目前的困难 确认香港的长期信用评级为AA2级 及第三最高级别 不过 我们不认同穆迪以近期社会事件 或削弱香港制度优势为由 将香港的评级展望下调为负面的决定 并认为其推论是欠缺事实根据 陈茂波强调指出 自回归以来 实践充分证明 基本法为香港特别行政区 落实一国两制和保持繁荣稳定 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定地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遵守基本法的规定 这是香港社会及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 最重要基础 不容动摇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